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向的人 今天我是去啊 在今天呢 我都是一种女孩 先生好 本来就是我杀 杀出了他杀两头 他就喊你下去帮忙去 那我就走了啊 我得通知到了啊 那时候那个呢 我的生活发展了很多的变化了 2018年我们进村来嘛 我第一的感受 这个村子里缺水 这里是卡斯特地茂 地表也无法储水 村民用水呢 基本上都是到那个水源去背水 或者在自己家里建造水池 水窖 储水 这边交通呢也不是很方便 村民养的家庭啊 种的菜 拿到集市上去卖 都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我们就主体了解了一下 所有的抚平抚育多少户啊 哪些什么情况 村干部和老百姓给我们就说呢 相当人是最难搞的一个 都说他们 他老婆就走了 他儿子不找家 女儿不找家 也就是因为难 你们说我来搞 你们说我来搞 我出他家了 天通地漏的 屋里面都长杂草 我一进水 喝得醉醺醺动 筐子里面太乱了 他全部是酒瓶子 他也不教我做 我看了一下也没办法做 我就站在外面 我就跟他说 我是雷齐民 我是州纪委扶贫工作队的 他也没力 我来就装护 后来他就讲了 你记不得 我的名字 号码 都给你写得很 我们大人 好好好 把整体来就丢了 他不相信我 当时他根本就不相信我们 付贫工作队 我们还是陪伴 我今天天天去和他家里 和他说 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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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齊环节是给椰子 或是让椰子 这样暖的 人家还瞧不起 见到 因为他家里面太暖了 床他其实平时都没铺 我就给他拿了一床被子 一铺后来我看他 看我的眼神 这种不同 我的爱子都没有铺床 你这个外人 你不让他扑上了 我的人不好意思 赶紧他 你把他扑上给灭花了 这种人才好 每次到他家里去 我都觉得他家这个房子是个大问题 必须要修好 不然把他坐在里面 哪天房子垮了把他砸死了都没人知道 像象的人 这样存在住房问题的传群有32倍 我们就集中 申报了微房改造项目 有句老话叫做安居乐意 住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叫他们怎么安心去做其他事呢 后面昨天觉得就把房子丢完了 他回来一看 高兴 房子丢完了 我喊到这个心 我记得我儿子和你 喊到这个屋 你心里表现 我说家够好了 你现在要有收入 如果 我说你的想法是你儿子回来 你儿子回来呢 他如果说他要结婚 你可在没钱怎么办 他说他怎么办呢 我说现在区里面有事做 第一 龙王改造 第二 修旋律路的 通筑路 通筑路 这些 还有大部使用柜 也在清空 我说你一天高200块钱 你给你用选择 他把我这个话提醒 他就跟我讲的事情 好好的办 孩子换身体 也要抱个孙子 搞好料 就两个人一样 一天你 前面鸡呢 是他自己卖的 我说 我开始想起来 我去这部肯定一下他 他买鸡在那里 给他买了50次鸡 我就和我去看部 就把他生过去 我说 也给你买了50次鸡 你把他喂大 好 好 带你去 特别他去乌鸡 就把石头出去 这个人 今天 今天得了多少钱 大零工得 15钱 大零工得15钱 大零工得15钱 15钱 15钱得 15钱得 15钱得一两万 今天三四万块钱得得了 嗯 大概差不多 得得了 二块钱明年 家又得了 四十多得了 祝你软王城镇 明年这时候 明年这时候 也得救了 这五月搞好了 把家鸡也买了 买了 春里的大零水星 来到这个时候 不如学习家没做 闲工的时候 到大队的 做点人工 做点人工 找点钱 等我回来了 来 就不幸福的生活 你都把这次做什么 比起来做什么 你都把这次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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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